大家好,我是下妈 今天我们来制制艾草粉 用它做青团,清香浓郁 也能留住春天的味道 这段时间天天往地里面跑 今天又栽了一大箩筐的新鲜艾草 只要找对的地方,那根本就停不下来 这里太多,我们做成艾草粉 到时候年底还可以用它来做成 好子巴巴或者是瓷巴 自己栽的其实已经很干净了 清洗一下,就放进开水锅里面 先烫软 再加入小半勺的食用锦 或者是小苏打 给它煮上两三分钟 可以去除草酸,也能保持艾草的颜色 放进清水里面 再次清洗一遍,去除苦涩味 把水分拽干 天气好,你可以放到外面去晒干 也可以用烤箱80度 给它烤干 烤到没有水分,像这样子干干的 就可以了,放进磨粉机里面 分次,给它研磨成粉 磨出来的话呢 就是这种非常细融的艾草粉了 除了用它做青团 还可以做饺子或者是麻薯 瓷巴的话也是很香的 这种清香味很浓郁 密封储存可以放一年之久 现在我们来做青团 糯米粉500克 80度左右的水 加入一点白糖 两勺的艾草粉 搅匀 水量大概是350毫升到400毫升左右 糯米粉的吸水性不同 可以酌情的增减 揉好后就是这种软硬适中的面团 用热水活出来的面团 你蒸好后,它不容易塌陷 我们取出一小部分 从中间转个窝 里面的馅料 我今年准备了三种 咸蛋黄肉松的 还有自己炒的豆沙 还有黑芝麻 这种都是甜馅 你也可以自己做一点 芋泥馅包进去 收口捏合 搓圆 甜味馅的青团就做好了 喜欢吃咸味的 像我们上一期做的肉酱 你就可以包进去 或者是准备一些酸菜 榨菜 包进去以后 就是这种酸辣的口感 同样是搓圆捏合后 间隔摆放到蒸笼里面 下面的垫子 要抹一点是用油防粘 水开上锅 转成中小火 慢蒸8到10分钟 蒸的时间不宜超过15分钟 你蒸的火猴 也不要开最大火力 如果你开大火 你蒸出来的青团 表面就是坑坑洼洼的 今年我们就是 先包后蒸的传统做法 只用了糯米粉 那两个小细节 就是第一 我们和面的时候要用热水 第二 用中小火去蒸青团 蒸出来表面是光滑的 也不会塌陷 软软糯糯 不管是咸口 甜口 都挺好吃的 如果你也想吃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去试一下 用保鲜膜包裹起来 放到冰箱冷冻 吃的时候加热就可以了 我是夏妈 我们下次再见